我只是想要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有这么难吗 我真的不想再跟他这样耗下去了 我跟他谈了很多次了 他怎么就不能理解我的处境呢 我真的面对了很大的压力 他就不能给我一些时间吗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陈26岁来自福建销售有请 小刘29岁来自福建活动策划有请 欢迎两位 单身妈妈是吧 是的 有个女儿 对 孩子多大 孩子六岁了 跟孩子父亲什么时候离得婚 十一八年离的 孩子跟您还是跟他父亲 跟着我 谈了多久了 我们谈了一年半了 喜欢他 对挺喜欢的 谁追的谁 我先追的他 还是你追的他是吧 今天来这儿是想跟他结婚是吧 是本来有这个打算 但是因为遇到一些阻碍 然后其实也挺绝望的 就想再争取一下 行吧 说说遇到了哪些阻碍 为什么还要争取 咱从哪开始说 其实就是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都挺好的 因为我就是一直自己带着孩子嘛 然后也比较辛苦 然后遇到这样一个感觉 特别可靠的一个男生的时候 我就特别有那个在结婚的这个想法 然后我也跟他多次争取 但是就是他不太愿意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啊 家人啊 闹了挺多次之后呢 他就是终于同意带我见他家长了 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上他们家 然后他父母一直没给我好脸色 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菜 就是都是中午吃剩下的菜 吃饭没多久呢 他父母就直接说了 我们家真接受不了你这样的 我也挺委屈的 就是我觉得我撇开离婚带娃的话 我其实还挺优秀 我自认的呀 那就那时候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我说我们家比较传统一点 我爸妈知道他这个条件的话 肯定不是特别乐意的 所以我想说等我先去缓和一下 我爸妈的情绪 然后我想让他们稍微能接受一点 我再说带他过去 但他一直急着要去见 但我也没有想到爸妈会就是那种态度吧 就我为什么急呢 因为你就从来不肯公开我们这种关系 所有人都以为你是单身 还要跟你介绍对象 我好奇一点啊 就是当你的父母那样对待你女朋友的时候 我想知道你当时的表现是怎么样 其实有跟他们争吵吧 就是当时当着你的面 没有 当时他什么都没有说 就我一个人在那尴尬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可能我比较听家里面的话吧 但是 不是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听家里的话呀 你知道你的父母那么传统 他追你的时候您可以不接受啊 刚开始我是拒绝过他 但是后来他对我其实挺好的 然后也挺照顾我的 所以你还是不听话 被感动 被感动啊 行 那我们就知道了吧 就是女生在你家里面 受到了一些冷遇的时候 其实你是不作为的 对吧 是 这就可以知道了吗 那即使他父母的态度 也是他的态度嘛 对吧 是 我就这么认为的 他就是没有跟他父母 多说我的好话 也没有争取过 然后就那一次之后 我们俩关系就不好了 他也好像有点开始摆烂了 然后我心里 就是他一开始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对我特别好的 因为我为了工作 是多借点业务 想去一些应酬嘛 然后那时候喝到很晚的话 给他打电话 他都愿意出来接我 照顾我 有时候我喝吐了 他都对我特别好 你不是还带个女儿吗 你那么晚回去 女儿怎么办呢 就是请了阿姨去照顾他 如果有时候我有事的话 好 你接着说 但是现在他就是 我可能已经喝得很醉了 我跟他说 他都不来接我 我就是作为一个女生 你就觉得说 难道你就不爱我了 你都一点不担心我安全吗 这件事情 我们很早之前就说过了 因为我实在 不是特别喜欢他去应酬嘛 因为你说一个女生 喝酒喝到三四点 喝到烂醉那样子 那我不是为了生活吗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 我前夫又给那么点的抚养费 而且说实在话 那时候你跟我说的时候 我那段时间 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很多呢 可能能推就推了 为什么最近又开始了呢 我觉得你这是在报复我 你知道吧 就因为我爸妈那件事情 说实在话 既然我们不能结婚 那我总不能为了你 又把工作也舍弃了吧 那我孩子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你说过 我会好好去处理 我会好好去调解 是不是 我已经等你等了这么久 这已经四五个月过去了呀 行 对吧 这叫开始变冷淡 它还有什么变化 那就是对我跟我孩子 都不太耐烦 经常就是板着个脸 就没有好脸色 就是我孩子原本 跟他挺好的 因为他经常 以前会给我孩子 买些小礼物呀 带他去玩呀 可是你知道有一次 孩子就是在他旁边玩 因为他调皮嘛 就不小心踩到他的脚 他特别不耐烦 反正说你这样踩到我的脚 又没道歉 特别没家教 我没说没家教 上次他踩到我脚了 我说宝贝 你这踩到我脚了 那你这样以后 在外面吵别人的话 你要跟别人说 不好意思说对不起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别人才会觉得 你是一个有教养 不不不 你就是说没家教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就跟你吵了 是不是 我说你这是在骂孩子 还在骂我呀 而且他就是以前 我要是加班加点 他会帮我就是照看一下孩子 那最近有一次 我加班到十一二点的时候 我就提前告诉他说 你能不能提醒一下孩子 到点睡觉 然后那天晚上 我回到家是十二点多了 他呼呼大睡 然后孩子在旁边哭 那天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那天我到家以后 九点多我就说 宝贝我们去洗个澡 我们休息 那小孩子就爱玩嘛 他说妈妈不在家 就想说 看电视玩玩具什么的 就是闹着不想去洗澡 那我又不敢说 去凶他教育他 不然你又说我骂他 怎么样的 那我就想说 他要玩就让我玩一会儿 反正小孩子 天性马爱玩 我就躺在那儿 因为那也太累了 我就睡着了 然后他回来我才醒的 不是你知道他为什么 最近开不清你的话了吗 最近你真的对他 不那么上心了 那他当然开始 没办法接受 你跟他讲的事情了呀 那我不得多分一些心思 在工作事业上吗 那不然我妈妈会觉得 我跟你在一起 我整天就知道 两个人腻在一起 不赚钱什么的 前段时间因为我们经常吵架 就是我也想努力再缓和一下 那那时候刚好是中秋节 我就想说 提前几天我把孩子 送回他爷爷奶奶家 我就跟他说 我们俩安排一下 这几天二人世界一下嘛 然后就把我这边 都空出来的时候 结果他就中秋节 提前一天给我打电话 说他家里有倾校聚会啊 什么的 就没办法陪我度过 就变成这三天 我就一个人在厦门过 那当时我就说 那不然你刚好亲戚这些都在的话 你就带我进去家人呗 然后他就 说好 我打个电话 打完了跟我说 父母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打 我估计他就是不想 让我进去家人 我就不问了好吧 那因为家里亲戚朋友 都是比较传统 他这个条件 就是他离过婚后带着孩子 我不知道现在一下子 怎么去跟家里面 亲戚朋友讲 就觉得特别丢脸是吗 没有觉得丢脸 就觉得像我这样的条件 配不上你 我没有觉得丢脸 我不是已经在处理 在慢慢调节了吗 那我想说 不想要再向上自己去我家 那些事情发生呢 好 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就是说 他可以 如果真的想跟我走下去的话 就是勇敢一点 然后努力争取一下 行吧 事儿听明白了 我问几个问题 好不好 方便说一下 为什么跟前夫离婚吗 跟前夫离婚 是因为我怀孕的时候 他就去国外了 你知道就是女生怀孕 是本来就有很多情绪 但是跟他倾诉吧 他又在忙工作 就是慢慢有隔阂了 然后等他回国的时候 可能两个人 因为已经比较久 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很多事情聊不到一块 加上他那边 也顶着一些经济的压力 他也没办法 很好地照顾到 我的一些东西 种种原因吧 就分开了 好奇怪 你会发现 他跟你有一些距离感的东西 或者他不能照顾到 你情绪上的一些东西 你会选择跟他分开 对吧 而且你们还有个孩子 实际上当时是吵得非常严重的 就是可能一点小事都会吵起来 我无意说你们那段婚姻的对错 是非 我只想表述一点 你看啊 当那个人不关注你情绪的时候 即使你没有一个孩子 你都会选择分开 但是他也不关注你的情绪 为什么你都要嫁给他呢 因为之前他对我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你前夫之前也对你非常好 因为当时我们是吵得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你们之前是不是有过美好的时光 对 是有的 一样啊 你把所有的你们情感的这个因素推到了 他出国了 他有经济压力 所以是这样 现在你们俩之间的问题是他的父母 对吧 好 我来帮你问几个问题 你接受他女儿吗 有在接受 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小孩子 自己以后结婚要孩子吗 我不打算要 为什么 可能我一不是特别喜欢小孩子 二 我觉得对于目前的我来讲 是一个负担吧 所以啊 自己结婚自己的孩子都不要 哪来的一颗善良的心说 别人家的孩子我要帮别人好好带他呢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爱他 我会接受他的这些东西嘛 然后 你接受了吗 我 你心理上真的接受了吗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比刚开始好 当开始是真的不是特别能救 所以我刚开始拒绝过他很多次 拒绝他 对 拒绝他后来被什么吸引了 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克服了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真的有用心在照顾我的感受 然后有用心在关心我照顾我 对 但是他的这份用心的关心 或者照顾是需要你回报的 你给得了吗 我觉得我现在不是特别能确定 但是我觉得我会努力做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等我室友定吧 两三年这样 三十岁 他不急 他才二十六岁 但是我真急了 我马上就三十了 人家当然可以不急了 那我可能就跟他走不下去了 因为 走不下去是你的事 我还想要再有个家庭 那那是你的事啊 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要听他的感受 不是你自己的感受啊 来你告诉我嘛 你觉得跟他最好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吗 觉得 能开心 一段时间也算一段时间 能开心一两年也算一两年 所以对你来说是针对这个女人还是说在你现在的人生阶段任何一个女性做你的女朋友大概你都会这么回答 也就是说你认为在你的事业无成之前你不会结婚 对 孩子的麻烦应该不是一直就有对吧 而是有过对小朋友的接触才知道孩子有多麻烦对吧 是吧就是可能真的太吵太闹了 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在自己的空闲时间里面 就是你需要就是在你这个年龄你还要做自己的事情 对吧 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小朋友进入到你的生活 你会觉得特别不适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 他其实自己牺牲也挺大的嘛 然后我想要说我也多去牺牲 他牺牲大不大跟你没关系嘛 那是他自己的人生嘛 就会比较心疼一点 心疼他他现在就是对心疼的要求不是在一起 而是娶了我能娶吗 目前我也是不是太能 听明白他的意思和态度了吗 我反正我这边很清楚就是我我还想结婚 我还要再生一个孩子 如果没办法的话我可能就是 所以你要的是结果 对 来吧你能给到吗 结婚吗 结婚再要一孩子 过个几年吧 几年 三四年以后吧 三四年以后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生出来 孩子了 我真觉得这些没有那么重要是吗 孩子不孩子什么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 你们在基本的人的这个价值观和生活观上 都没达成共识 你们相爱的是哪一部分 我要知道 就是因为我当时见到他 我就觉得那是在活动上 他特别的细心 然后就觉得对他很有好感 我就加上他微信 加完之后 就是他很 他是很照顾女生那种 就走在路上 你期待开了 他马上蹲下来 你什么话都不要 马上蹲下来帮你系鞋带 我真的就那一刻 我真的心里 不是这个是有问题的吧 我们十几年的朋友对吧 可以录完相之后 我开车 我可以给他烧回北京 都没问题 他要鞋带开了 我神经病 我给他外面要系鞋带 我破了 因为我当时手上拎了东西 而且第一 拎了东西 我可以帮你拿东西 而且当时我们不是陌生的状态 什么状态 我们是已经聊得挺多了 聊得再多也没什么呀 就是他觉得很心疼我 觉得我是担心妈妈 我可以帮你拎东西呀 我为什么要给你系鞋带 为什么他要真心疼你 他不是应该帮你拎重物吗 怎么会帮你系鞋带呢 我很好奇 我们理性一点 把这件事情重新梳理一下 来你告诉我 你当时看上他什么 确实就是这些细节 包括他会煮饭给我吃 那时候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还是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当时我觉得这小伙子特别好 我当时还一度想把他介绍给我的闺蜜 我想说我虽然我配不上他 但是我希望他过得好 你为什么配不上他 因为我确实也知道我是单亲妈妈 你单亲妈妈怎么了 你不就离婚单身带个娃吗 这有啥呀 因为他是独生子 所以我一开始我是想把介绍给我闺蜜的 那就介绍啊 但他没看上 怎么自己给截胡了呢 没看上 然后又好像跟我聊得还挺好的 就你来我往 也没有什么拒绝的意思 所以我就是慢慢不知不觉 就越现越深了 那不就是他招惹你吗 听起来不是你追求他呀 我怎么觉得是他招惹你呀 我是我们互相的 因为就是双方都很有好感 我知道 来 你喜欢他什么 他其实蛮体贴蛮细心的 很浓色 就各取所需嘛 那个时候你们的需求是一致的嘛 是 你喜欢的是帅和暖嘛 你喜欢的是懂事嘛 对 相处了一年多了嘛 他还暖吗 暖还是暖 没有之前那么暖 我很好奇就是 人家其实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 给我时间 我去 为什么你那么着急 一定要介入他的家庭生活里呢 你说给他时间给了四五个月了 不是四五个月 对他来说只是四五个月啊 你可能很着急 他只有二十六岁啊 因为我马上就三十了 那是你的问题啊 跟他没关系啊 跟他没有关系 对 但是我也跟他说了很多次 我说如果咱们是一直这样的话 我已经能预判到结局了 他父母不同意 然后我们成不了 然后我又想结婚 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我知道不能翻盘 你都知道不能翻盘 你今天来干嘛 就是我想最后的垂死挣扎一次 哦 理解了 你爸妈会同意吗 目前还没有 你爸妈会在什么条件下同意 我没问过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如果能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一起努力 可能会吧 你爸妈给你们工作好的标准是什么 就我爸妈之前有讲过说 如果生小孩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自己要有能力负担的起 结婚这些东西 我跟你设定一个条件 你看你爸妈会不会同意 还是她 还是带着闺女 她有房 她有资产 你们生孩子 她可以完全去养活这一家人 靠她一个人的工作 你父母会同意吗 可能会吧 所以啊 所以你爸妈并不嫌弃一个离过婚 带孩子的女人 那她嫌弃的是一个穷人是吗 那是你的姐夫 那她嫌弃是 跟穷和富没有关系 是他们嫌弃一个不够强大的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女人 而你表现的就不够强大 因为你舔着脸要嫁给人家儿子呀 我都没打算要见你 你自己见不溜搜的拿了一堆东西跑到门上说 我就要嫁给你们家儿子 我就要进你们家的门 你觉得别人会尊重你吗 别说你这样 即使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一个女生 别人的父母说 你千万不要找一个黄头发的女孩 然后这个女孩就染了一个黄头发 去了之后 要求别人的父母对她态度好 你觉得会对那个女生态度好吗 所以把她父母的问题扔在一边嘛 想想你们俩之间吧 你可以听听老师们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看看怎么处理好你们这组关系 老妈让我们一起进入秋皮特 确实 单亲妈妈生活的不容易 女生的目标很明晰 我要再婚 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但在考量爱情的同时 还要考量现实 你这么匆匆忙忙的去见男生的父母 绝对是一种冲动 遭到冷遇是变软的 你追这个男生绝对是一种错 因为这个男生 他对你所谓的爱 更多的是怜悯 同情 最多只是一点好感而已 还有我的父母不同意 这明显就是借口啊 他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更不愿意去承受这一份压力 他说不喜欢孩子指的就是你的女儿 我再说的直白一点 这个男人现在就是把他当一个备胎 如果你身边出现一个 你真的喜欢的女生 你会立马转身而去 小伙子 我最后一句话 做人厚道 这段恋情如果死 你也让他死个明明白白好吗 我跟你讲很简单 就是你谈的是一段幻觉式的恋爱 我跟你讲这个幻觉式恋爱怎么来啊 你做活动策划对吧 好 今天我是一个 无美的提供商 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活动 后来我说我要做 你说你做过什么大活动吗 我说我没做过 但我一定能做好 我从来没做过 但我一定能做好 你说那你试试吧 我给你做个捧花 你挺满意的 我给你做个桌卡 你挺满意的 你说来吧 你做吧 结果我一做我不会 我灯光调度不会 我无美我不会做 结果你一看 我既然让你做了 你就一定得给我做到底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因为我觉得你当初那捧花做的特别好 我只会做捧花 他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你说他给你做饭 他现在还是每天在给你做饭吗 你说他能带孩子 他现在有每天在给你带孩子吗 他只是做过而已 因为他从来没试过 所以他承诺你 我可以 我不会 试了一下之后 他发现他不行 他都告诉你他不行了 你是不行吧 你带孩子你是不行吗 对吧 是不行 真的不行吗 他都没否认这件事 在台上一直在说 就相当于 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六个人在说服你 我们六个人都说不服你 姑娘 有执念的人就是这样 谈恋爱的时候 不顾一切 要结果的时候 一筹莫着 姑娘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很简单 你要一个能照顾你的人 你要一个能照顾你孩子的人 你要的是一个能扛起责任的人 他不是的 就很简单嘛 他给过你欢愉 给过你恋爱 他要的也是这个欢愉 也是这个恋爱 他跟你说不是 我们六个人都劝你了 听一句 就这样 哎 你就想让一个二十六岁 没有当过爹的一个人 去照顾一个四五岁 五六岁的一个小女孩 她不疯还怪了呢 就很多当过爹的 一把屎一把尿 弄起来的 太有烦的时候啊 你别说这个从来没当过 你就想多突然 我们不是要说这个人 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只是说这段关系 在这个阶段 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 他承担不起了 就是几条路嘛 第一条路你按他的方式来嘛 开心跟他去恋爱 那是你的选择 第二条路就按你的方式来嘛 我就是给我的娃找一个爹 我就是要给我下半生 找一个一起陪我走的人 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我们要在一起 共同快乐的生活 那显然这个男生 在这个阶段不是 四年以后也许他是 但是你能给他四年的时间吗 百分之五十的概率说 他不是他爱上了别人 或者怎么样他走了 那你愿意这个付出吗 不愿意你就走嘛 有话直说 别绕好吗 有什么说什么 坦诚是最重要的 一起进入真情 就是其实我这段时间都想很多我们两个事情 我 而且经过今天的 这一次聊了那么多 我觉得我会再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两个还要不要进去 首先我今天其实 你愿意跟我来 我都已经 其实我心里是挺感恩的 因为你一直都不愿意 我们的关系公开 不希望别人知道你有女朋友 然后今天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 我很感恩你跟我过来 但是我希望你尊重你自己的内心 然后我真的是 就是把你当很好的弟弟来疼你 也把你当很好的爱人去爱你 然后我觉得我尽力了 然后实在不行 我们相伴一段 我也接受 谢谢 我都替他揪心 你怎么就不给个名画呢 你这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来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那个 有什么要 我想说的是 就是我觉得 我接受他做的任何选择 但是我要 他只想表明我的态度 就是 我还是想好好珍惜这段感情 就是即使他选择放手 但是我想把我的选择亮出来 对 代表我对这段感情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答案 谢谢您的到来 谢谢 谢谢您 人真是就这样 他要没有这点执着的劲儿 第一是活不下去 第二他也不可能一个人带着孩子 就自己带着孩子 这么拼命的 努力的去工作 这样向上的一种生活 所以那就 再一次